宜蘭博兩大道 每道假日吸引不少人朝前來旅遊 但卻驚傳隨機割警事件 引起附近居民恐慌 有網友將過程發在網路上 十八號晚上九點半左右 父親在後院路上講電話 卻被一名機車騎士拿力氣畫脖子 導致父親有十幾公分長的傷口 趕緊送醫急診 沒想到醫院還有另外一個人 在附近騎車時也被傷到脖子 很多血 他是擋住 他自己還有一次這樣擋住 對 然後所以就是 因為他已經全 前面都是血了 所以趕快載他到那個醫院那邊 昨天有血腫 所以就是有開到親戚血腫這樣 大家也都是會很緊張 根據警方調查 分別有四十一歲的蔡欣被害人 還有六十五歲愚姓被害人 送醫救治後 目前已無生命危險 也調閱監視器 縮定了嫌犯進行追棄 雙手上扣 這名四十三歲的劉姓男子 是治安顧慮人口 設有仲嫌被帶回警局調查 選舉十九日下午二十三十分 至劉嫌蘇澳住宿將其棄補到案 起初犯案時身穿衣服 及作案交通工具 嫌犯和受害者是否認識 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全案一涉嫌刑法殺人未遂罪 遺請宜蘭地方檢察署准辦 借了林一生宜蘭報導 你買物化器呢 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八坪以上的 五到六坪的 或是小坪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大概從四個小時到八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 快點夠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幫我輸入CTI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